大家好,我是小杨,又到了吃豆角的季节了 我们在炒豆角的时候,有人直接下水炒,有人直接下油炸,其实都不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做法,给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把斩好的豆角切成短 收在一个大盆中 在里面倒入清水 加入两勺使用盐,抓拌均匀 放在一边浸泡15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豆角里面的清色味儿 再准备上一小块五花肉,切成长条 再切点葱花和姜丝 浸泡好的豆角控干水分 锅中倒点食用油,把切好的肉下入锅中炒至变色 再把切好的葱姜倒入里面炒出香味儿 再倒入控干水分的豆角 在里面根据个人的口味儿加入食用盐 生抽,蚝油和味道鱼鲜 把豆角炒得这种变色变软 撒上蒜沫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角比较入味儿 最后撒上蒜沫 还拌有浓浓的蒜香味儿 喜欢这个简单的做法可以尝试一下 我是小杨,每天更新不同的美食 喜欢就关注我一下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